當你覺得你有雙下巴的問題的話 其實一半以上甚至七八成以上 其實主要都是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目鏡科技體調診所的院長 蔡坤原醫師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雙下巴 這個地方的一些治療選擇 跟重點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點是跟皮膚相關的問題 那有些人他可能先天上的 皮膚結地組織就比較鬆散 皮膚就容易這樣鬆鬆垮垮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老化 膠炎大白流失 造成皮膚變薄 包覆力不夠 有一些線條就比較鬆弛的感覺 那第三 現代人常常低頭滑手機 那低頭這個動作呢 會擠壓我們的深層脂肪往外推 會有一個 撐開撐鬆的感覺 那也會造成這邊 皮膚的線條不夠穩定 第二大部分就是跟脂肪相關的問題 我們的脂肪 有淺層的脂肪 有深層的脂肪 大部分還是跟後天的一些 飲食生活習慣的不正常 有一些變胖啊 然後體脂堆積的狀況 那造成局部這邊 有一個很厚的脂肪厚度 那也是大部分雙下巴呈現的原因 第三大部分是跟肌肉相關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先天上擴緊肌 他的包覆力或支撐力比較不足 那容易讓這些深層的脂肪往外膨出 往外膨出的狀況 在我們這個地方也容易形成 視覺上有一個鬆下巴的感覺 最後要提到的就是 跟我們東方人先天骨架的關係 尤其是東方的女性 我們在下顎骨這個地方 容易有一些 骨架比較小 或是比較後縮的現象 那這些深層的骨架的 支撐力不足的情況 會讓我們上面的 皮膚啊 脂肪啊 脂肪就沒有辦法 好好穩定的維持一個很漂亮的線條 有這部分問題的狀況 也容易讓我們這邊 脖子跟下巴的膠角就不夠明顯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根據後續 我們選擇療程的一個方向 來幫雙下巴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呢是脂肪型 那脂肪型就是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跟我們後天的一些脂肪的堆積有關係 那如果你是因為這個類型的 雙下巴困擾的話 那我們的療程就要以減脂 做一個方向的選擇 第二大類是老化型 老化型的話 那跟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一些皮膚炎蛋白的流失 或者是有一些老化 造成的一些鬆弛有關係 如果你的雙下巴 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的 那我們後續的療程規劃 就會需要 體脂拉體的方向去做調整 第三大類型是天生型 天生型的話 跟我們的骨架後縮 骨架比較小有關係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後續就會需要靠一些 比較偏填充支撐的方向 來做治療的規劃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減重筆的療程 藉由我們的食慾的減低 然後讓我們的攝食的熱量減少 來達到全身脂肪性改善的效果 不過它就沒辦法選擇性的 針對雙下巴的脂肪 做一個重點的加強 整體來說 它還是一個很好的 針對全身性脂肪減少的療程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歸類在一個 減脂的部分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消脂注射的療程 消脂注射主要就是利用 去氧膽酸的這個成分 它注射到脂肪細胞內 那脂肪細胞經過注射之後 就會破壞 那破壞之後 藉由身體代謝掉之後 就可以達到一個 局部脂肪消除的效果 那消脂注射其實很適合 用在雙下巴的地方 效果大概會在一個月 到一個半月左右呈現 這個部分也被歸類在 我們的減脂的部分 第三個要介紹的是 冷凍減脂的療程 那冷凍減脂來說 它也有獲得FDA認可 可以用在雙下巴的減脂 它的優勢是呢 它的恢復期相當的短 那很適合說我們上班族群 沒辦法接受一些 過多修復期的狀況 那它也可以達到一個 很穩定的減脂的效果 那我們也把它 分類在減脂的部分 第四個要為大家介紹 是陰波的療程 那陰波來說的話 它藉由一個 不同深入的加熱 在不同的層次 會有不同的效果 加熱在皮膚的表面呢 就會有一個 整治皮膚拉提的效果 那如果它的 探頭深入有深入到脂肪層的話 那針對脂肪的細胞 做一些破壞也會有一些 脂肪代謝的效果 所以它其實同時 兼具了 減脂跟皮膚緊緻的作用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 是電波的療程 它利用不同層次的加熱 作用在皮膚層 就會有一個緊緻的效果 如果在脂肪層 如果給脂肪一個 足夠的能量刺激 也會有一個 溶脂的效果 所以它這個療程 其實同時可以兼具 皮膚緊緻 跟脂肪溶解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 溶脂的部分 皮膚緊緻的部分 都會有它的功效存在 抽脂手術的部分 如果以傳統的抽脂來說 它當然被歸類在比較單純 就是一個 減脂的效果 可是因為現在大家 對於美感的要求 越來越高 其實在手術過程中 也可以同時搭配一些 像是 電漿療程的處理 就是在脂肪移除之後 藉由電漿讓皮膚緊緻 所以在手術過程中 可以同時達成 就是脂肪移除 跟皮膚緊緻的效果 不過在價位上 可能就會跟一般來說 傳統抽脂手術 會有點差別 所以以單純的 抽脂手術來說 還是比較歸類在 減脂的部分 是更新型的一個叫 天鵝頸的手術 其實就是一個 傳統抽脂手術的變化 在傳統抽脂手術的基礎之下 會針對我們擴頸肌去做評估 如果合併有一些 擴頸肌鬆弛的問題 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擴頸肌的縫合 強化擴頸肌的支撐之後 就讓生成的脂肪 獲得一個保護 另外它也可以 針對生成脂肪去做抽取 可以更完整 全面的來改善我們 通下巴包括一些 脂肪堆積 跟肌肉鬆弛 或者是皮膚鬆弛的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綜合性 可以針對皮膚緊緻 然後還有脂肪堆積 來達到同時的治療 那最後當我們的脂肪出力 或皮膚處理都到一個階段之後 還是合併有一些 先天骨架後縮 或者是比較小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靠一些簡單的填充 包括像玻尿酸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 有一些支撐性的一些材料 在我們的容負線 或者是下巴重點做一些支撐 支撐出來之後 其實可以讓我們整體的線條更V感 然後雙下巴的問題獲得改善 那這主要來可以解決 我們先天骨架比較不足的問題 先天骨架問題 想要獲得一個更長久穩定的改善的話 也可以考慮在這邊 搭配手術的療程 做一些像是人工骨 或者是一些其他GOTEX的一些脂肪 那可以讓我們這個地方的 整個骨架的維持度更久更好 可以更長遠的來解決大家 這些骨架比較不足的問題 以上就是為大家簡單分析一下 不同類型的雙下巴 所對應的一些療程設計 我還是建議大家 在治療前要跟醫師做一些 充分的評估跟溝通 才可以選擇到最適合自己的療程 那一般來說 脂肪代謝的完整時間 大概會需要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 皮膚的幾次效果呈現 大概也會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後 效果會是比較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意願 或者是有想要改善這邊的問題的話 大概通常會建議 提早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前來做治療 會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 這部分其實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做說明 脂肪的部分的話 我們經過了不管是抽脂 或者是消脂注射 或者是冷凍堅脂之後 其實脂肪的脂肪細胞是變少的 只要我們後續沒有太大幅度的一些體重的增加 基本上比較不會在這邊會有一個重複腹胖的現象 皮膚鬆弛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做完一些音波 電波的緊緻療程 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隨著一些時間過去 還是會面臨到一些 所以這類型比較偏皮膚緊緻的問題 可能我們的年度保養 一年兩年可能會需要重複在這個地方 做點能量的刺激 當然就像我們買雙新鞋一樣 然後一開始穿 其實是很合腳的 可是隨著時間過去 我們會覺得越來越慫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搭配後續一些 緊緻的療程 來做一些效果的維持跟加強 當你覺得你有雙下巴的問題的話 其實一半以上 甚至七八成以上 其實主要都是跟脂肪堆積相關 所以我們優先順序來說 我們會希望可以先把 脂肪問題做一個完整的改善 那要怎麼去做改善療程的選擇呢 我覺得可以以 恢復期去做評估 如果你都完全不在意恢復期 而且可以接受手術的話 其實抽脂的療程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一點點恢復期 可能一兩週有點糖痛腫脹的話 那我覺得 消止注射會是一個非常簡單 快速而且直接的方式 那當然你如果完全一點點恢復期 都沒辦法接受的話 那我會覺得你可以選擇冷凍溶脂 來做一些局部脂肪的一些處理 脂肪處理到一個階段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次 或兩次三次的療程之後 那我們再加上皮膚緊緻的選擇 那我們可以選擇局部的話 可以選擇硬波的療程 或者是搭配全臉的一個 全方位的改善 也可以選擇電波的療程 治療完之後 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很滿意的效果 最後我們處理完脂肪 來 脂肪 我是蔡坤圓醫師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